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語道破》 今期不講通脹、利率、股市 大家要知道3月市場應該是非常動盪的 大家要小心一點 千萬不要根紅頂白 最近有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潮流流流行搶人 搶企業 搶 靠搶 日本又搶人才 新加坡又搶人才 又搶企業 香港去搶 日本人口老化 當然要搶人才 因為他們比較封閉 外來的人很少能夠入籍 現在要搶人才 新加坡更加要打造這個東方瑞士 當然要搶人才 又要搶企業 香港真是麻煩了 走了很多人 走了很多人 無論是COVID死的 或者移了民的 或者被迫離開的 都走了一大堆企業 有很多人就走了去新加坡 是不是 所以就要搶人才 又要搶企業 但是怎麼搶呢 最近都是要搶的 因為最近聽到醫管局就帶隊去英國去搶護士 香港的醫療系統 壓力真的很大的 走了一堆醫生 走了一堆護士 是不是 好了 但是呢 人才是要靠搶還是什麼呢 搶了回來 其實人才要吸引 怎麼吸引他呢 吸引完你怎麼留住他呢 你吸引了人 留住人 你都要有產業的 你都沒有產業 香港四大支柱 第一 那個航運 航運就比隔壁的那些鹽田 那些都是搶不少生意的 旅遊呢 現在經過疫情之後呢 就在哭口 很多轉了航 不得回來做的了 香港還是自己想一下 是不是這個美食天堂呢 是不是這個購物天堂呢 是不是 那些值得相確的 有什麼地方玩呢 好了 地產 地產好像搖搖欲墜 那就是 它散散地那樣 那就變了 有些人都已經 有很多那些負資產都出現了 那就剩下金融那一半了 那就金融那一半了 那金融那一半呢 但是走了很多人才哦 有很多真的 金融機構就搬了去新加坡哦 是不是 那就想想一下 那有什麼好呢 它為什麼會回來呢 租又貴了 吃東西又貴了 溝通費又貴了 有什麼可以吸引他們呢 那沒有產業 又怎麼可以吸引到這個人才呢 那就唯有create個dream給別人啦 是不是 就是製造個希望啦 就打造一個叫做國際創科中心啦 那創科 喂 創科要有時間的嘛 要錢的嘛 要有環境配合的嘛 要有政策的嘛 是不是呢 人才是培養嘛 是不是 最終要有產業 那你才會留住人的啊 你才會吸引到人的啊 那你沒有產業 你創科完 那些人就又走啊 好了 那就說回那些企業呢 企業為什麼要來呢 搶企業呢 剛才都說了 租又貴 薪薪又貴 衣食住行又貴 醫是醫療的醫啊 企業呢 就可能有其他選擇的嘛 這個是一個structural problem來的 就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香港政府都很積極的 那他早前 特首很頻迫啦 走去sell香港啦 是不是 那就去推廣香港的招商啦 那在走訪這個中東兩個國家啦 五天半的時間 走訪兩個國家 三個地 三個城市 簽了十三份的合作協議 還有這個MOU 就是二項書 那為香港和中東的企業呢 開拓這個商貿啊 金融啊 創新科技啊 運輸等等的商機 那香港背靠組國家 有它聯通國際的條件啦 或者優勢啦 那但是講來講去那些什麼 再生能源啦 綠色經濟啊 創新科技啊 這些不容易做的哦 是不是 這些重要呢 就是路途遙遠的哦 那中東有多少企業會來呢 這個 那我們一會再講一下其他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 會員將會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會和侯天堂師傅 輕鬆唱談環球經濟和玄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價參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